大家好 我是香老闆 那我们今天呢 来到双联市场 然后跟着香老闆一起吃双联市场 双联市场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巷弄美食 然后灯会跟着香老闆一起去冒险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在双联市场里面的台北市文昌宫 文昌宫本身也是一个过百年的老庙 所以如果大家要状元吉地 要事业有成的话可以来拜这个文昌宫 那今天的影片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香老闆身上穿着这个衣服 我今天穿的是这个凉感衣 corepox的凉感衣 非常感谢厂商呢 看了我的影片之后 知道我都在爆汗吃菜市场美食 尤其现在夏天又这么热 看看我今天吃传统市场美食呢 还会不会全身大爆汗 有没有觉得比较舒服凉快一点 目前呢 我把这衣服穿在身上的感觉呢 我觉得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的感觉 非常的轻薄透清 那再来呢 我觉得它不像一般的凉感衣 看起来很有塑胶感 因为它里面有棉的成分 所以它更像棉梯 看起来比较舒服 基本上穿在外面呢 不会觉得很尴尬 那我们等一下呢 吃完这个菜市场 在太阳下面吃完菜市场美食之后呢 我们再来评价这件衣服到底好不好 那重点是 香老闆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测试呢 因为厂商他愿意提供6件凉感衣 让香老闆的网友呢 好朋友呢 可以来抽奖 所以我们这影片要看到最后 香老闆会告诉你们 如何留言抽奖好不好 希望大家呢 都有机会穿到Core Pox的两感衣 我们就准备要吃今天的菜市场美食 大家Let's go 下来这家店呢是这个双联车库邮饭 下来这家店呢是这个双联车库邮饭 为什么要车库邮饭呢 因为它是在一个车库里面卖邮饭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店面 然后我觉得是蛮舒服的 它旁边有电风扇啊 那他们家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油饭 还有他们的这个综合汤 我们立刻开吃看这油饭好不好吃 它甜辣酱呢是放在桌上 可以注意觉得要不要吃 它油饭上面有淋滷肉 然后油葱酥直接吃了 我刚吃的是没有酱 它油饭呢是那种粒粒清除 但是每一粒米饭呢都已经煮到软 我想应该就是比较古早味的做法了 就是酱油跟饭直接下去炊 炊起来是比较单纯的油饭 没有一些太多其他的味道 那我们来吃一口这个旁边有酱的这个 他们的酱很甜 酱酱甜归甜 但是味道其实蛮好的 但蛮甜的 所以我觉得加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可以把这个整个油饭的味道提出来 它的油饭下面是比较多汤汁的呢 吸头底下的油饭 当你吃到汤汁的时候 咸香的程度有大大的提升 所以这碗油饭呢有两个享受 一个就是那个古早味很纯粹的那种油饭 然后再加上这个吃鲁肉饭的感觉 两种味道呢 都在前面蛮妙的 接下来我来喝它的综合汤 它综合汤有一颗鱼丸 然后有一颗凤丸 还有一个那个 算鲁蛋吧 还是水煮蛋 我可能要吃了才知道 这颜色蛮深的 先喝喝看它的汤 它的汤好喝耶 你可以喝到猪骨汤的香味 然后再配上一点点那个酱油 清甜的那种淡酱油的味道 所以它颜色是苦破色 就是那种芹菜风味很重的那种猪骨头汤 我觉得喝起来非常喜欢 这时候大家要加上一点胡椒粉 加了胡椒粉之后呢 风味更提升 而且香味被嗆化 我来吃它一个鱼丸 它鱼丸是那种淡水鱼丸 所以里面有包肉 而且它那个馅呢 包得非常非常的多 它这个咬下去 一半鱼丸 然后整口一半肉馅 再来吃它的贡丸 我先讲我很喜欢吃贡丸 所以我吃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贡丸 我是贡丸小专家 我来吃它贡丸好不好吃 它的贡丸呢属于那种表皮很韧 但是咬下去内馅算是柔软的那种贡丸 最后吃它这个蛋 我第一次喝到汤里面是配这种蛋 蛋白都已经有煮到那个汤的颜色了 它这是卤蛋 而且卤的味道非常的好哦 但重点是它这个卤蛋呢完全不会硬 就你不会咬下去皮很韧这样 可是味道都有进到蛋白 而且甚至进到蛋黄里面 所以我说它这个卤蛋很厉害 好那我们现在吃的是车库油饭 它油饭呢很特别 同时享受到古早味酱油炊的那种油饭 再加上鲤肉汁 因为它的中和汤好喝 那我们准备去吃下一家 Let's go 我们下来到这个燕山咸汤圆 那来到双联站呢好像有三个美食不一吃不可 第一个是润饼卷 第二个呢咸汤圆 那第三个呢就是大昌间 那我们今天点的是猪肝咸汤圆 那这边的咸汤圆呢是汤圆里面真的有包馅 我们看它有多少汤圆 一二三四 至少有六颗咸汤圆 大颗的 再加上这个猪肝 好二话不说 因为猪肝不能泡太久 我们先来吃 哇很棒 这个古早味猪股汤加上芹菜 大家可以享受那个味道 非常清甜好喝的猪股汤 太合格太棒的这个古早味猪股汤 立刻加上胡椒粉 好我们先来吃块猪肝 猪肝呢最怕煮得很老 然后很韧 这猪肝煮得非常非常好 极度的软嫩 但有熟 所以它这个火候掌握得非常好 你看 它冲下有粉红色的哦 煮得超好 你吃个咸汤圆 它皮好薄 内馅好多哦 而且内馅很香哦 我现在整个嘴巴都是那个 油葱的那个香味 油葱跟肉混在一起那个香味 超好吃 汤圆的皮啊 我觉得处理得很好 你知道有那种咸汤圆 你最怕皮吃到最后呢 嘴巴会有一种 就是米 米浆那种色色的感觉 它这个汤圆的皮呢 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就是好吃 而且我咬到最后 我现在嘴巴那个米香味就跑出来了 嗯 再来呢 要吃他们家的碗粿 他们家自己来卖汤圆 米制品 汤圆皮都那么好吃 我想碗粿一定会很好吃 他们的碗粿呢非常有趣 它把碗粿呢一半挖起来 然后放酱 好我们来吃吃看它味道如何 它这个碗粿有个梅子的味道 它这个碗粿有个梅子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我再吃一看 它酱有个梅子的味道 它会刺激你的口水一直分泌 然后它的碗粿本身口感很实 你会吃到满嘴的那个米香 所以它这个碗粿呢完全不水 它碗粿里面有一块肉 它肉很好吃 它肉很好吃 有腌制过 那种酒糟的那种香气 还有一个五香的味道在嘴巴里面 我觉得有特别啦 那个老米气味的这个碗粿 它里面的配料都很香很好吃 完全不水很湿 但它的咸汤圆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吃 双联市场的燕山咸汤圆 它的咸汤圆真的讚 我刚才衣服呢 其实在外面走路的时候 这边其实都已经湿掉了 那我进来这边餐厅吃饭之后呢 大概十分钟已经完全干了 所以这衣服呢 真的是非常的素干 我们准备来吃夏佳 Let's go 好 香老板现在呢 已经走到了这个捷运中山站的爵士广场 我要在这边呢 试吃这个我们刚刚买的 上载内哈来的这个大肠煎 如果大家刚才有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你会发现 为什么它价钱比较贵 是因为呢它是蒸的用猪的大肠 然后里面再塞这个糯米下去蒸 所以你不要拿一般的那种 鹹酥鸡摊那种大量的大肠 跟它们的大肠圈相比 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公平 然后因为成本这个各方面就不太一样 啊 闻起来是非常的香 它这整个香味有一个那个 蝦米酸的味道 加上一点辣椒跟香菜 它现在闻起来就有这个味道 我来吃第一口大肠煎 但我很久没有吃了 我大概有 应该有15-16年没有吃这个东西了 它里面很多的那个头刀 放在这个里面的米饭里面 好吃喔 我整个嘴巴里面都是那个头刀 花生的香味在我嘴巴里面散开来 那种感觉蛮舒服的 它这个里面包那个米饭的味道呢 跟你在外面吃那个大肠包小肠 那个大肠那个米肠 其实饭的味道是有点像 但我觉得它这个饭的味道更精致 它有点像没有酱油的那种油饭的味道 它再配上这个头刀 其实真的很像吃蚂蚱那种感觉 那再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它外面这个肠衣呢 你咬一咬它就被你咬碎了 跟着饭裹在一起 那就会慢慢的消失在你的饭里面 然后就会跑出一个大肠的香味 我们今天这一盒呢 里面有两种大肠圈 一个是大肠的中段跟大肠头 大家看这个比较细小的 这个是算大肠头 而且通常大肠头它会有头 在这个大肠圈呢加上它们的酱 我觉得它们这个酱 我觉得它们这个酱 它们这个酱调的真的很好 咸甜味道是非常的均衡 然后它的辣椒呢很辣很够味 而且很香 再加上这个香菜的味道 整个混在一起 我觉得很香很好吃 这是双点站 我认为是非常道地而且有特色的食物 我们要吃那个刚才买的胖妈妈润饼卷 那它在什么地方 它就在温昌公的隔壁摆摊 我刚才问它说 为什么那个青菜煮得这么黄 它说里面有加一点那个咖喱粉 废话不多说立刻来试吃 它润饼里面有炸红肉 然后有那个豆干丝 那个豆芽菜跟水煮那个高丽菜 我现在嘴巴的咖喱味道很重 那另外呢它上面有撒糖 但我吃到现在 就是说它的这个咖喱口味高丽菜呢 虽然是味道还不错 但它把大部分其他的这个里面的配料的那个味道呢 都给腌盖过去了 我再多吃两口 我有吃到那个菜脯 萝卜干在嘴中咬碎那种感觉 然后萝卜干的味道呢 有稍微释放一点点 但很快就被一样 就被咖喱味道给盖过去 那润饼卷呢 你也可以跟他讲说要做素的 那他就不会放肉在里面 好现在已经中午12点看菜市场都收摊了 我们今天呢来这个双联市场呢 我们总共吃了4个在地这个很有名的美食 也是来双联市场的必吃的东西 不管是这个大肠间呢 或者是这个润饼卷 还有这个客家咸汤圆跟车库油饭 那我觉得都很在地 都有在地的特色 那当然我特别觉得这个客家咸汤圆呢 真的让我觉得很好吃 而且它里面的馅料很丰富 那再来这个车库油饭呢 基本上它是融合了油饭 然后跟卤肉饭两个混在一起的感觉 我觉得也非常特别 那大家知道现在夏天呢 其实非常非常热 你看我今天吃了一个早上 我衣服带干了又湿干了又湿 我觉得我现在身上穿这个两感衣呢 我觉得还不错的是 它真的干得很快 而且会把我身上的这些汗水呢 很顺利的排出来 所以我身上没有一个黏黏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不错 另外一个是它棉直 它摸起来就是一个棉直棉梯的感觉 不会像一般的两感衣呢 穿起来很有塑胶感 那我们最后呢 说了我们有6件两感衣要抽奖 送给我们的这个网友们 我先说我今天这个绝对不是业配 我完全没有拿他们公司的钱 只是因为呢 他们说要送这个两感衣给网友呢 那我才帮忙测试这个衣服 那我们今天有6件呢 要送给我们的网友 但大家知道现在夏天越来越热 就是因为地球暖化 所以我拜托各位呢 一定要好好地爱护地球 一定要做好环保 那所以只要在我下面留言 爱地球要做不要说 爱地球要做不要说 只要有留言的朋友呢 我们就会从那边抽奖 抽出6位朋友 然后分别呢 送给你们这个两感衣 但是符合你们的size 今天呢 向老板吃双联传统菜市场 我们就到这边结束 那下礼拜 记得跟向老板一起去吃其他菜市场 再见 拜拜